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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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鑽箭的草叢裡面 沒多久叼了根骨頭出來 他一看 那不就是豬骨頭嗎 沒多想 拿起來往草叢一丟 沒想到這麼一丟的動作之後 怪事情發生了 哪裡怪呢 原來他的狗狗不知道什麼原因 居然又鑽箭了草叢 再叼了一根骨頭出來 他一看 不得了 是另外一根 而且看得出人手的形狀 是個人的手 怎麼會這樣呢 嚇得立刻報警 而在這個草叢堆裡 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由愛生恨 切三塊 台南的淳朴小鎮 寧靜午後 這隻小狗胖胖 特別喜歡到田裡去 台南人的是一個很淳朴的地方 那其實在那個地方 大概這一輩子住在那邊的人 也不會遇到有什麼驚悚的案件 日子單純 生活沒有太多複雜的事 不過這天 胖胖雕了東西回家 我以為是他雕這個好像是 頭刪在那裡去 第一天撿回來 一個好像是手臂的樣子 主人拿起鐵匣 隨手往農田丟過去 沒有想太多 心想丟了就沒事 不過哪知道 兩天之後 胖胖又叼回來了 隔天夫妻倆帶著胖胖去散步 胖胖又往草叢磚 我心裡就緊張一下而已 有時候可能是我丟出去 這次再咬回來的 可是不是 不同樣 不同樣 仔細一看 真的令人頭皮發麻 好像是人的手 擬人的手 看得到的時候 是我的筋 怪怪的 警方獲報一查 天啊 出人力了 而冥冥之中 感覺只要胖胖出現 案子就會有所進展 一直往這邊跑 很奇怪那一天 我就跟葬醫生的那個先生說 你跟著他就對了 可能是要透過這隻狗 幫他伸冤吧 還好有胖胖 兩隻手臂還有頭部都找到 由內而外就是 第一層就是 一塊枕頭部 那第二層就是 一個黑色的塑膠袋 第三層是 那旁邊還有那個 一個比較大的尼龍米袋 埋進土裡的冤屈終於曝光 不過當務之急 要知道被害人是誰 死者的話 那個頭顱我們 因為頭顱有鼓爛掉 那耳朵的話 它都有鑽耳洞的痕跡 對 那左邊的話 左邊的耳洞 它已經密合了 那右邊的耳洞 還可以貫穿 訊息真的是少之又少 描繪出死者的疑似容貌 案件終於又再有了進度 女性的樣貌看起來 其實像亞洲人 但是不是台灣人 好像是東南亞人 有這樣的說法 然後她的嘴巴裡面 牙齒是缺了幾顆 右外門齒 有一個內抱的情形 然後呢 它的中間的門牙呢 是比較外凸的 那外凸的部分呢 其中的右邊的門牙 又比左邊的門牙更外凸 然後它的拳齒 它是有一個缺一個角 然後另外的話呢 在它的中央門牙來講 又比較偏右 鞋巡專看一發布 線索一個個進來 不過案子還是陷入膠著 警方心回憶了 這個時候 一通關鍵電話 從三百公里遠的台北打進來 接到一通電話 這一通電話叫小鐘 他是一個台灣籍的廚師 他直接跟警方報告說 不好意思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張照片 這個圖片 好像是我女朋友 這個女朋友她名字 她的畫名叫阿妙 而且她說了一個重要的線索 她是越南人 索取到那個她的照片 可能的照片嘛 那我們就拿來比對 右外車的門牙的內報 以及她的中央門牙偏右 這些特徵都完全一致 所以就是非常的巧合 小鐘是在台北工作的廚師 看到新聞報導的台南病案 女子特徵 還有包裹頭部的枕頭套好眼熟 該不會就是她的女朋友 28歲 從越南來台灣工作的阿妙 但是辦案得有憑有據 檢警大費周章 找到阿妙住在越南的媽媽 取得媽媽的DNA之後 再去比對死者 台灣 越南 兩邊警方跨國合作 大家同心協力 終於 結果果然問何 所以這個死者 就是一個妙齡離子 他的名字叫阿妙 他是一個越南的 可以說是移工男 他來台灣工作 可是卻不適被害 DNA證實 被害人就是來自越南的阿妙 但到底什麼原因 竟然慘遭分屍 周章凶手成為下一個難題 小鐘帶我們回到 之前跟這個死者 阿妙 然後住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也 他也提供很多 他私人用品給我們看 其中有一項很重要 就是他所謂的枕頭套 枕頭筋 跟我們在密難現場 發現的枕頭筋是吻合的 不過警方一查覺得有點怪 兩個人各有家事 為什麼一開始沒說 是想隱瞞這段地下情嗎 有沒有可能是殺人導火線 童年比較密集一點 細節部分還有一些狀況 算是覺得他好像非常的了解 我們專業小姐會懷疑 不過如果人是他殺的 證據是什麼 警方到阿妙在淡水的租屋處 追到一條關鍵線索 剛剛他24號那天 我看到一個男子 偷了一個行李箱 那行李箱的男子他是誰 其實你來這邊要找誰 他說我要去那裡幫人家搬東西 他講的話就不是我們標準的台灣 他就知道說這不是我們本地人 可疑對象有著外國口音 被害人來自越南 阿妙的老公阿淮也來自越南 而人就在台灣 老婆失蹤 老公肯定急著找人 他就在台南仁德一家 泡麵工廠工作 同事眼中長相斯文 而且工作勤奮 警方找上他 反應又是如何 第一時間的公職就是他老婆不見了 跑到台中去工作 他有很多的說詞 然後一下子就跑到台中 一下子就跑回越南了 簡單講就是我老婆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 太詭異 太太死了 這個丈夫異常冷靜 警方暗地裡找證據 在警方拿著圖像到工廠詢問 有沒有認識死者的時候 他先生沒有任何的反應 對妻子失蹤多時也沒有報案 反應異於常人 在這期間 越南萬勞的社群圈裡 一直盛傳有人殺妻 警方原本案並不動的搜證 沒想到在他們工作的圈子 早已傳得沸沸揚揚 不能再等下去 趕快到阿懷工作的工廠 展開搜索 鎖定跟案件有關聯的五證 透光檢視之下 它上面的一些條文痕跡 是完全是一致的 間接的是證實的是說 這個袋子的來源是統一的 包括被害人頭顱的黑色塑膠袋 都在阿懷上班工廠 找到一模一樣的 還有目擊者看見外籍男子 從阿廟住處拖著行李 種種證據都指向他 遭到擠壓一個多月 阿懷始終冷漠 彷彿置身事外 終於第十一次戒題 他認了 透哭流涕 說出那段要命的約定 如果是你有了小王 那怎麼辦 那這時候他老婆就隨口一句 他個性比較大啦啦 他就直接講 不然就剁三塊 一句玩笑話竟然一語成成 湊了六千美金來台灣 繳了中介費之後 後來阿廟乾脆想說 錢賺這麼少 我們這個六千都還不起 你怎麼樣去養越南的孩子 那乾脆後來阿廟就說 那我隻身上台北 阿懷愛老婆又還有小孩 他一死沒辦法被 激到這種程度 他可能認為說 我來台灣工作了這麼久 不止連欠中介的錢 都還沒還錢 我要失去我老婆 我要失去我小孩 在這樣子的情境之下 他才會在那個一秒一分鐘 失去理智 發現一起來打拚賺錢的老婆 竟然跟別人同居 還說要帶走女兒 愛恨糾葛 失守殺害最愛的她 殘忍分屍甚至棄屍 她負責的那個場區 是剛好那個角落 跟的圍牆距離頭顱 她的換老婆頭顱大概四公尺 她每天可以去看看她 阿懷自拍下工作的情況 跟太太分享點點滴滴 每次放假 也會搭車北上維繫感情 工作之餘 她也隨手拍下天空那道彩虹 盼望著跟太太的美好未來 比如說他們同事會要去台南唱歌 去歡樂她都沒有 她就是北上坐著車默默地去台北 陪她老婆 無奈分隔兩地 感情不再只是單純的兩個人 說好的夫妻倆同心打拚 承諾變了調 怎麼 本來一對好夫妻一個死了 然後一個要被靠上手銬 在異鄉服刑 那一個小女兒遺留在越南裡面 購主美夢卻是悲劇收場 而回頭去看 案件也充滿不可思議 竟然是一隻狗切開命案 似乎這個死者阿妙 好像想要透過一些不同的力量 希望有人替她申冤 所以這隻狗 也被當作像林璇一樣 當時候在還沒發生這個事情前 其實她的主人說 這隻狗其實是有一點失聰失明的 她大概失聰大概一兩年吧 她就找到那個死守之後 後來破案了之後 她就耳朵就好了 最後嫌犯阿懷三審定驗 殺人被判刑15年 遺棄屍體判4年 殺死愛妻得坐牢服刑 也被迫跟女兒分離 原本是共同打拼竹夢的劇情 卻在最後變成悲劇 我們知道媽祖在台灣 救度了無數的眾生 但媽祖的指示 她得透過代言人或者我們講的 機身來跟民眾做溝通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看一個故事 這個媽祖的代言人 這個女孩子她叫做劉嘉瑜 在擔任機身之前 她原本是建築師事務所 一個專業劇組也光鮮亮麗的上班族 她為什麼要放棄人人呈現的高薪工作 去幫媽祖來服侍 擔任媽祖的代言人呢 背後是一段不可思議的過程 原來劉嘉瑜的父親 是中坦元帥的機身 那一年有一次 劉嘉瑜跟著家廟 來到了新港的媽祖廟靜香 突然走到了一半 她突然整個人抓狂似的崩潰大哭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 也擋到了後面一連串的靜香的隊伍 怎麼會這樣呢 她父親當然知道 她被媽祖給選上了 但是當父親的總是希望 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班 然後有一個讓人羨慕 偽定的工作 女孩子當機身 你敢好 但問題是 橫竖媽祖就是挑上你了 媽祖一定有辦法 所以她就跟她講說 那以後要為信眾服務 坦白說 有些時候很臨時 那我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 然後跑回來吧 所以她就說 我已經幫妳找好工作了 後來她跟我說可以做這個 然後每天都在夢中 然後教我要怎麼用 怎麼用 怎麼配色 以前其實我還滿愛玩的 所以我覺得我進不下來 根本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以前很愛玩 以前就覺得玩比較重要 現在就覺得幫助人比較重要 好 迎接寶寶誕生 可說是一家人最期待的時刻 但你能想像嗎 小小生命在出生的前一刻 卻被迫終止心跳 這樣的悲劇 差一點發生在這個準媽媽身上 她有來問那個婆婦產的日子 因為產喜是接近過年的時候 那時候她來問的時候 娘娘就跟她講說 我要跟你挑年前的日子 那我朋友也想說 那好吧 既然娘娘都這麼堅持了 雖然我朋友很想再年後生產 雖然準媽媽覺得疑惑 但還是遵照媽祖娘娘的指示 提前婆婦產的日期 生產完之後 醫生告訴她說 還好妳把妳的婆婦日期提前了 因為這小孩子 婆婦出來的時候 她的期待已經繞緊步兩圈了 那再過可能幾個小時 她就會往生 什麼 不過再晚幾個小時剖腹接生 小寶寶就會胎死腹中 媽媽驚嚇之餘 也在心中默默感謝 媽祖娘娘身為顯赫 說起這一間媽祖廟其實很特別 她隱身在台北極美的一間民宅 雖然地點不顯眼 但每逢開壇辦事 總是吸引不少信眾前來 除了問世林彥 還因為這裡的神明代言人很不一樣 就是蠻漂亮的 然後就年輕年輕這樣 覺得蠻酷的 第一次遇到那麼年輕的 對啊 以往看到都是可能年紀比較長的 腳穿繡花鞋 手持宮廷圓善 有如古代侍女圖走出的窈窕淑女 她就是被信眾譽為最有氣質的 媽祖代言人劉家瑜 但你可別看家瑜的外表優雅溫柔 實際上借她身體濟室的媽祖娘娘 是很有個性的 故事得從十多年前 她自己選擇來這間宮廟說起 當時我是在做佛像雕刻的 但因為有個同業的人 她不做了 因為她當時我那個朋友 她整個神像都要拍賣了 都不做了嘛 然後她打電話來叫我說 看有沒有可以 你有用的叫我買回去 於是劉爸爸前往同業倉庫尋寶 說也奇怪 這一座媽祖金身大約高32 在一片落難使命中 應該很顯眼 但劉爸爸居然去了第十趟 才發現到她 走廊這樣子放在地上 沒有很隱密 我那邊走動很多次也都沒發現 最後一次去的時候 剛好發現 她還對我在笑 一個微笑牽起的劉家 和媽祖娘娘的緣分 但劉爸爸怎麼想都想不到 這一尊外界眼中的落難神明 後來改變了自己女兒的一生 當時還不是跡身的家瑜 跟著家人到新港媽祖廟進鄉 但一抵達目的地 她就渾身不對勁 就是一下遊玩車的時候 就是渾身不對勁了 就是已經開始麻 手麻 腳麻 頭也麻 身體也麻 然後我就一直甩 可是甩也甩不掉 她想可能坐車坐太久 跟著淨湘隊伍走一走 活動一下應該就會好 不要到越接近馬祖廟 她的情況越糟糕 越靠近的時候越不舒服 後來我就崩潰大哭 可是哭也不是我想哭 哭到貪軟無力的家瑜 就這樣擋住淨湘隊伍前進 造成現場一片混亂 還好家瑜的爸爸 本身是中坦元帥代言人 急忙排除狀況 但他心裡明白 女兒這是被媽祖娘娘嚮重了 只是他捨不得孩子一起吃苦 以我來講 就是我進行這家公廟 房子是自己的 結果呢 那邊辦事就事 得到的是什麼結果 有的人空廟是很老 生活是很好過的 那我們是只能交水電錢 劉爸爸會反對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家瑜曾經被好兄弟產生 對特殊體質十分害怕 未來如果擔任神明代言人 可能會面臨降妖伏魔的情況 劉爸爸擔心他可能會受不了 坐計程車然後經過信海水道 然後余光就有看到一雙白色的腳 然後看到之後也不以為意 可是後來回家之後 其實很不舒服 當時家人看家瑜的身體不舒服 都勸他快去看醫生 他卻堅持躲在房間誰都不理 有一天晚上 他出門和朋友聚餐 言行舉止更是一反常態 就是把自己好像隱藏起來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平常不是這樣裝扮 我都是扎馬尾之類的 那天有很多女生 然後穿得還滿... 滿露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盯著他們看 我也自己覺得自己好像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一直看他們幹嘛 畢竟我自己也是女孩子 連自己都覺得自己怪怪的 家瑜嚇得趕緊回家找爸爸 請神明降價幫忙 然後我看到爸爸的時候是 整身騎雞皮疙瘩 爸爸幫我處理的時候 他是從背後拍嘛 然後拍完之後 他就出去了出去之後 我是大哭的 可是我自己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我要哭 結果爸爸跟我講說不是... 不是我在哭 是他很痛哭 所以他在哭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家的神明有替他善後 後來爸爸說是一個阿伯 然後我才慌恩大悟 可是後來連貫起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那一雙腳 然後跟了我回家 然後才開始知道說 原來我有這種體質 或許是媽祖娘娘 體諒天下父母心 她沒有再接近家瑜 不過一向頭好重重的家瑜 卻開始身體不舒服 就去檢查 然後發現有二肩半脫鎚 然後發作的時候 就常常覺得有一隻手 壓掐著我心臟 然後我都吃藥 然後每天晚上都哭著睡著 就很痛哭 有一天佳瑜又發病 痛到睡不著 半夢半醒的她 突然聽到有人在說話 突然就在我耳邊講話 一個女生 可是她講什麼我也聽不懂 但是就是女生的聲音 然後在我耳邊一直講 屏宮出現聲音 這也太玄了吧 家瑜直覺是媽祖娘娘在召喚 於是她下定決心與神同行 但煩惱也來了 她該如何說服爸爸 最擔心的經濟問題 畢竟她當時 在建築師事務所工作 是人人稱憲的高薪OL 她趕緊請示媽祖娘娘 因為我就跟她講說 那以後要為信眾服務 坦白說 有些時候很臨時 那我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 然後跑回來吧 在我睡覺的時候 就有一雙手一直教我穿這樣 她就說你以後就做這個 她都會跟我講說 就是你要去研究所有的水晶 它所有的功效 譬如說有一個人她想要帶手鍊 那她可能來找我 她可能就說她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喜歡什麼顏色 在當下就可以配給她 就等於是客製化專屬她的手鍊 可以幫忙到她 故事看到這裡 你是否也覺得 這一尊媽祖娘娘好特別 不光幫代言人家瑜找好工作 還親自指導她成為珠寶設計師 但更特別的還在後頭 因為家瑜被戒體時的 一身華麗復古風裝扮 也都是娘娘一手打造 也然就是時尚女神 有關媽祖娘娘的真性情 信徒蕭先生的感受也很深刻 而且她飽受皮舌纏身之苦 醫學上就是講說是免疫力下降 可是其實他們還是會建議說 你還是去有沒有信廟 廟裡去走一趟這樣子 就是有給我這樣的建議 醫生的話讓她驚覺這個可能性 因為我那個女朋友當時有恐慌症 然後還有憂鬱症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自殺了 自己就是心裡沒有辦法平復 然後就是也沒有辦法放下她 但人鬼殊途該如何處理 於是蕭先生透過朋友 向這間媽祖廟預約問世 但她一開始就感覺怪怪的 然後娘娘那時候幫我預約的時候 就是都沒有跟我要一些基本資料 譬如說最基本的可能叫什麼名字 然後還有出生命的日 都沒有要 蕭先生的疑惑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大多數的宮廟辦事 都會先請信仲提供基本資料 但這裡的媽祖娘娘怎麼不用呢 不過更怪的還在後頭 我朋友的姐姐就是有說 她有預約跟娘娘問世 可是想說把位子讓給我 可是一口被娘娘回絕掉 就是說就事後還沒有到 媽祖娘娘拒絕替蕭先生提前辦事 難道有何玄機 這個答案直到她親自來廟裡拜拜 才真相大白 當天恰巧碰到媽祖娘娘降價 還特別找她過去說話 娘娘說她現在其實就在門口 那你因為你現在就是執念太重了 所以她都一直跟著你 然後如果你沒放下的話 她也不會走 她也不會離開 對 那為什麼不讓你提前來找我 就是因為你們現在就是 因為卡在這邊執念太重 所以還是下個月再來 好好跟我聊這樣子 那我是自己就覺得就滿懸的 因為畢竟我什麼資訊都沒有給 故事性什麼的 我朋友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沒有什麼任何作假的機會 就是娘娘去直接講 我又覺得滿酷的 最後經過媽祖娘娘的勸導 蕭先生和女友 終於能夠好好說再見 也讓外界一睹 這一對媽祖娘娘 獨樹一格的激式態度 臺灣大代情堂棒位 說到了三太子 您的腦海裡會浮現 什麼樣的形象呢 恐怕很多人會想到 是手拿乾坤圈 嘴巴還咬著奶嘴 非常可愛的形象 但是接下來的這一段畫面 恐怕要顛覆所有大家人 原來的刻板印象了 我們帶大家到新北的三峽 來看看這位三太子的機身 他怎麼樣的辦事呢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都緊閉雙眼 甚至出門去幫人家辦事 去驅魔的時候 他都還要用紅布綁住他的雙眼 信徒說 你別以為他眼睛看不到 走起山路 他是劍步如飛 真有這麼神奇嗎 我們也實際訪問到了 這位三太子的機童 問他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 變成了機童呢 曹樹原來背後是一段 跟三太子穿梭陰陽界的條件交換 說得這麼玄 到底發生什麼了 真的丟不到萬歲 尷尬那個衣衫啊 真的我就相信了 真的是有生命 他要就是化身為山頭八壁挪殺太子 然後他的用意是要來想要除魔 在莊嚴的沐浴聲中 眼前的男子不停搖頭晃腦 動動嘔吐 他是中壇元帥三太子的機身 眾多信徒正在等著助攻降價 淨茶一喝 淨輔一開 太子爺準備辦事 輕力輕微 細心的幫人處理疑難雜症 與機身的嚴肅面孔形成了強烈反差 信徒說 這裡的太子元帥就是這麼慈悲 一般人的手就不會 溫度不會很高 他的手很高 呼下去 哇 真的很舒服 照顧信徒無微不至 但您發現了嗎 曾太子降價辦事後 全程緊閉雙眼 卻總是能明察秋毫 有這麼神嗎 拿紅布蒙起雙眼 到底在做什麼 像信眾有沖煞道 然後有卡陰 我們中壇元帥 他也是轉為武駕的方式 然後蒙眼睛來為信眾解惡 原來這裡的太子會變身 紅布蒙眼還能見步如飛 讓信徒們嘖嘖稱奇 他拿出就是也是蒙著眼 然後廟地的過程 他後面有一個山坡 山坡來講到將近有三成都高 那他再往上 可以算是用跑步的過程 那我用攝影機在拍他的時候 來講到根本是追不上他 所以當下我會覺得說 他到底是怎麼去辦到這些事情 就算不開眼 幫信徒最蓋動作依然行雲流水 手裡的劍就是能精準砍到位 甚至還能使出傳說中的懸絲枕脈 據說太子爺手裡的那條紅線 能感應到人體是否健康 他開的符令更能保佑信眾於無形 中坦元帥開我們的平安府給我帶 我就直接要開刀 我就拿進去 叫小姐給我哪個放病例表裡面 我就進去開刀 我什麼都不會怕 這一名信徒說 他當年被診斷出假狀現有腫瘤 太子爺勸他帶著符令趕緊去開刀 我們就出進去就 那個中坦元帥都開平安府 還有洗的給我們洗身體那些嘛 本以為三賴子的符令只是保平安而已 沒想到當他近身完走出浴室 隔壁床的陌生病友竟然這麼說 我們隔壁那個年輕的媽媽她就 她就奇怪咧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神仙來 那個外面那個掃地的那個先生啊 他有看到耶 他有看到說 那個什麼神明都進去裡面給你保護耶 我說對啊 我那個中坦元帥派來給我保護的 真的很靈感 一張符就能召喚朱仙佛庇佑真的嗎 這位李小姐說她的經驗更悬了 幾年前她被檢查出大腦長了腫瘤 但是腦部動刀風險極高 她沒有勇氣走進手術房 但是那一天卻做了一個夢 天啊 恐怖的夢境成真 怎麼一覺醒來眼睛出血 醫生說沒事 她卻放心不下 一忙到宮裡請示三太子 為什麼五月才能開刀 李小姐當下沒有多想 決定乖乖聽話 先到醫院評估手術再說 我就是想去中間檢查 檢查的時候 這個大動脈 大動脈的這隻腳 六點鐘不能動 全睡去的時候 我望一個望鏡就是看到我們阿嬤 穿很漂亮的狀態我們客廳 哭去 我心裡想慌起來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阿嬤穿這麼漂亮怎麼會怕 她放牆下去 然後我就出門 三天出門就我們阿嬤就真心過了 怎麼會這樣 當時正好是農曆三月 李小姐覺得不妙 因為她的母親也剛好握柄在床 難道太子爺話中有話 一股不祥之兆涌上心頭 到了農曆五月中 李小姐提起勇氣到醫院動腦部手術 過程非常順利 但是麻醉要退了 半夢半醒之間 她竟然看到 夢裡的媽媽拿拐杖敲床頭 難道是代表著 她竟然知道我們好心裡來的時候 我說你們媽媽過往 她說沒有啦 媽媽你不要亂說 我說你不用跟她騙 因為媽媽在身上有跟媽媽帶來看 到底是神將顯靈還是哺女年新 當初三太子的提醒 難道是要李小姐把握時間盡笑嗎 說到了三太子的神蹟 基神百明全說她也感同身受 因為媽媽就是一個火箭症 我媽本身她患有那個肌無力 也是要大手術大開刀 這是罕見的疾病 我媽的身體也是太子爺她救回來的 所以說就 我就是感恩太子爺 所以說就願意這一生 然後就付出 然後當太子爺的基身 同樣是雙眼蒙著紅布 這是在民國79年時 白明全第三太子辦事的畫面 資格至今超過三十年 信仰之所以如此虔誠 除了神明救了媽媽一命 肯定還有一段神秘的故事 我十歲的時候 我自己在延平北路 大概六段七段那邊 自己請一尊太子爺的神像回來 然後供奉一陣子 然後覺得身體好像會呕吐 會不舒服這樣 怎麼會這樣 難道是被抓了嗎 這時候媽媽告訴她 一年前所遇到的怪事 有跟我媽託夢 然後託夢就是說 你兒子要讓我當基身 然後我媽媽她不同意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我父親 我父親剛過世沒有多久 原來早在白明全奇蹟的前一年 塞奈子就跟她的母親說 要抓去 但做媽媽的怎麼忍心 她就是承諾說 如果說我當她的基身的話 我們基身本身要做買賣 這是古禮 因為大神大道她不能 就是說強迫人家的子孫 然後就是搶人家子孫 來當她的基身 這有一定的手續 最後媽媽是答應了 為什麼態度軟化 背後竟是一桩 不可思議的條件交換 當買賣之後 我媽就好像吃了迷幻藥 就昏睡 然後就見到我爸爸回來 因為這也是太子爺 所以她承諾說 要把我爸爸從汪史成 就是把他 把他度飲出來這樣 救了媽媽還度化了爸爸 一連串難以解釋的神蹟 讓白明全心甘情願 追隨三太子至今 他說與神同行的路不好走 但仍會堅持下去 幫助更多迷途的人 我們要帶您把時間 撥回那一年 在非常寧靜而美好的 新竹縣鵝梅鄉的山區 那天一連串的槍響 打破了這裡的寧靜 警方拒報來到這個地方 遠遠的就看到了屋主 一個人只剩一絲的氣息 攤坐在鐵門邊 他告訴警察 快點 快點 比這屋內到底怎麼了嗎 警方衝進去一看不得了了 這邊一個那裡一個兩條命 到底警方趕到之前 誰闖了進來呢 剛剛說已在門邊 只剩一絲氣息的屋主 用盡最後的一絲力氣告訴警察 兇手就是洪塵耀 洪塵耀是誰呢 警方後來經過了409天的追氣 終於把他抓到了 這個洪塵耀非常的囂張 他落網之後 居然還大聲的跟警察嗆聲說 因為不爽 才殺人 那後來呢 我們後來事前的發展 他冷血了殺害的三條人命 最後他也逃不過司法的制裁 98年死刑定驗 民國100年 他步上了刑場 中午時分 屋主顧來的外優 在廚房做菜 突然間外頭傳來 一連串的槍聲 是誰闖得進來 你老闆怎麼樣了 聽老闆被衝傷 你老闆叫我 叫打電話嘴 趕快來 因為這壞人力拿出來 不要啊 不行 如果我們那麼打 我能打死你 外優看到歹徒手上 拿著兩把槍 嚇得苦苦哀求 對方不要殺他 驚險躲過一場死劫 不過話又說回來 幽靜的山區 怎麼頓時間 充滿殺戮之氣 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誰這麼狠心 用幾乎滅門的方式 槍殺三個人 是有什麼解不開的 深仇大恨 一片凌亂 因為在外面 他們在泡茶的時候 就有起爭執 有摔那個茶杯 那個跡象 當時有毆打 有發生毆打的情勢 因為紅塵藥可能就棄不過 就回到那個房間就去拿 拿那個 就是準備的手牆 就朝這個 就見中射過去 原來兇手就是綽號 阿俊的紅塵藥 這是送醫之後的屋主 沉著謹慎的一口氣 告訴警方的線索 可惜這事屋主說完之後 就斷了氣息 很快的警方鎖定了紅塵藥 他們也想知道為了什麼事 竟然一下子奪走三條人命 認為合夥做生意賺來的錢 被私吞了兩百多萬 心有不甘 展開報復嗎 警方根據他所駕駛的小客車 引路追查待人 他做完案之後 就沿著後山逃竄 錯小慧的一個女朋友 跟他講說他殺了人 他可能要逃亡了 紅塵藥辦案之後 展開逃亡 但他逃得掉嗎 警方在他的桃園住處 找到了破案契機 他有這個相當嚴重的 這個糖尿病 他要一天要施打三次胰島素 需要固定施打胰島素 嫌犯肯定逃不遠 警方分析監視器 還有童年紀錄 研判他最有可能 躲回嘉義老家 不過問了家屬 結果避重就輕 更奇怪的是 紅塵藥就像斷了線風針 音訊全無 他不使用這個行動電話 而且跟他的朋友完全斷絕相關的關係 他可能怕警方在通訊監察 追查到他的落腳處 所以這一部分他不跟對話聯絡 幾乎是斷了消息 家屬卻有避重救期 這反應很奇怪 越不說 越代表有鬼 因為紅塵藥 每天都需要胰島素 警方決定繼續追 每一天大概要打兩劑的這個 胰島素 那我們警方也從 這一部分來著手 清查他以往 就醫的 就診的相關紀錄 但是也發覺到 他相當的聰明 這部分的就醫紀錄 各大醫院 我們清查結果 都沒有發現他有這個 就診的一個情形 怎麼回事 紅塵藥就像人間蒸發 他不會是掛了吧 警方採集家屬檢體和無名師 進行比對 但沒有結果 難道被他槍殺的三條人命 要含冤而終嗎 就在案發快一年 江湖上又聽到了紅塵藥 這三個字 這個王姓朋友 居然這個跟 打著紅塵藥的名義 跟下游包商 要相關的一個工程款 那專案小組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也順著去追查 確實有這件事情 那我們輾轉才知道說 他可能應該是還在藏匿 會躲在哪裡 專案小組查出 不論是王八姬或者是公用電話 打出去的都在紅塵藥的老家附近 警方研判紅塵藥應該還活著 他可能在嘉義躲了一年 這回就算拚了命 也要把他帶回來 怎麼做先不打草金蛇 鎖定紅塵藥的哥哥 展開跟堅 跟到他的親人說 那時候當時也不曉得他躲到哪一間 就是跟他親人 就進去那個CV Event店裡面 他哥哥抽洋煙啊 但是他買了兩包的黃長壽 他又買他最愛看的那個 自由食堡 又買咖啡 我們就直接懷疑這個就有問題 哥哥去買的香椰 咖啡還有報紙 會是給紅塵藥的嗎 他或許可以帶著警方找到人 最後來到嘉義民雄鄉 這一棟透天錯 找了一年的紅塵藥會在裡面嗎 只要有垃圾車道 我們看到他哥哥拿那個垃圾袋 放到外面的時候 交給垃圾車的時候 我們就去追垃圾車 我們就看那個顏色 什麼顏色的 垃圾袋紅色的 趕快 他出來的時候 垃圾車出來的時候 趕快說 有一個人拿紅色的垃圾袋 那時候一排紅色沒有關係 全部抱走 全部抱走 就跑到合體那裡 一個一個拆開來 看有沒有這一家的 真的找到 真的找到那個胰島素 追垃圾竟然追出了胰島素 這讓警方危機陣 他又進去 那老闆說你要什麼 他說我不要什麼 那個前面剛剛買什麼 他說買胰島素 怪了 哥哥沒有糖尿病 為什麼需要胰島素呢 而且住處幾乎風得滴水不漏 怎麼回事 躲在這裡面的人 在害怕什麼 那時候距離比較遠 就在做監視 因為他那個歹頭也是滿狡猾 他二樓幾乎都用這個木板 算是遮住 不是風是 而算是遮住 所以一些動靜我們完全看不到 我們在晚間24小時的 在燈光昏暗的狀況之下 要監控這個特定的一個建築物 跟特定目標 相當的辛苦 那就是我們透過這個通訊業者 來幫忙 來架設這個高倍數的這個攝影器材 在鄉下地方監控 就怕打草驚蛇 警方最後找到了一處割舍 遠遠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一個多月過去了 終於等到最接近紅塵耀的這一刻 隔兩天要有台風來 結果我們那邊在那裡 就是負責監控的同仁 就看到有人騎單車出來 到日夜晚又看不清楚 沒有多久他馬上又鑽進去 結果那時候我們就 就是調所有 可能進出那裡的人的機率台 他會隔他指指 他會問女朋友 都不在那裡 那更能確定 這個裡面住的就是我們要的情況 而且森林都很像 警方決定利用俯小初級 出動約50名警力展開攻擊 我們也因為了解他持有強大的火力 我們盡量就不要去硬攻 不硬攻 而是用秩序果然達到鑰匙 經過我們跟他哥哥 小雨大一開導之後 他認為說應該配偶警方的偵查 避免避免在整個 棄捕 圍捕過程當中有手傷亡 霹靂小組的成員當場壓制住 還在睡夢中的紅塵藥 讓他插翅也難飛 我們在外面就聽到 就他的慘叫聲 可能被盾牌壓到了 警方在他住住 騎出了兩發手槍 還有44發子彈 在逃亡期間 紅塵藥改變造型 建去了長髮 但不變的是 他的個性依然凶狠 我們衝到現場去 看到他真的是滿臉慘白 他可能也想不到會這樣弱亡 但是從他閒聊裡面 他真的對這個三位被他打死的三位死者 他也一樣他不會後悔 我們還問他 我說你這樣睡得著 他說很好睡 他說他很好睡 他說他趕快把他打掉 他要下去找這三個報酬 紅塵藥堅堅持不認錯 對死者的恨意以及冷血天理都難容 被害人還有氣息的時候 他還從背後來開槍 他甚至還揚言 還要殺死這個女性被害人的妻子 還有他的兒子 因為合夥做生意 200萬的利益 竟然冷血殺害了三條人命 連無辜的鄰居也不放過 最高法院在98年4月判決紅塵藥死刑定業 民國100年執行槍決 曾經被媒體稱為雙槍惡煞 碰到生死交官 已不見當年的痕跡 而是由法警搀扶 步入行程 做完他人生的最後一程 今天一個小時節目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為大家介紹了這位 氣質才貌兼具的媽祖的代言人 本來是建築師事務所人人呈現的高薪OL 怎麼會跑到廟裡來服侍媽祖 原來背後什麼事情的發生 都是美好的發生 對他來講也是最玄奇的發生 媽祖總有辦法 他也相信心成則靈 台灣大事 看到這個地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見 歡迎收看 我們下週見 下週見 然後 下週見 再次回到 我們下週見 値